我们玩众伯,跟人们做疗愈, 需要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呢? 又有同学在堂上问, 长哥每次都想起两件事想回应, 平时无机会慢慢解释, 现在在这就讲详细一点。 嗯,我学到一件事, 就是问题永远在问题上, 大部份的问题是不用回答的, 回答都多余了,你想帮他, 你就去跟他分析那个问题, 转到问题那里。 为什麽? 在我们未去谈答案之前, 如果有答案的话, 不如我们搞清楚, 为什麽你先问这个问题? 你问什麽? 为什麽保护自己? 为什麽你觉得要保护自己? 我每次都是这样, 追下去问他, 他说会受到伤害, 不想有些不妥的东西。 那即是说, 你的信念就是, 你可能受到伤害, 你做这些事, 就有机会受到伤害。 我问他什麽伤害, 他又说负能量, 我说, 所以你的信念就是, 负能量是不好的, 我们很不想收别人的负能量。 是这样的。 很明显, 每个都会这样回答的。 阿强哥第二个回应呢, 就是究竟, 我现在回应你的问题, 恩财之教嘛, 你是什麽程度的呢? 你是小学基程度的, 我用小学的方式回答你, 你的修为, 你的智慧去到中学程度的, 大学程度的, 本科, 还是研究院程度的, 还是博士班程度的, 还是后博士程度的呢? 这样咯。 即是有完全不同的答案, 当然是, 高层次一点的, 你会知道, 根本不用保护自己。 为什麽我又讲下, 为什麽会是这样呢? 好了, 至于我会先先判断, 这位同学仔, 这班同学, 他们的接受程度有多少, 还有我想将我的课程, 定位到有多高, 收几开的同学, 我就是收一些通界一般见识的同学, 还是金融并爆, 由最低班到最高班都有, 至少是这样, 当然是参差很大, 有一些是收行了很久的, 有些自己都是做导师的, 有些是什麽都不知道的, 蒙茶茶来的, 或者是想见一场歌的, 贪得意的, 所以我要满足很多人的需要。 如果要满足那些一般见识的同学, 那我就教他, 你可以用光罩着自己, 你可以用Tinsure去叮一下, 你可以用布去保护自己, 你可以念什麽咒, 你可以用盐水洗澡那些, 你又可以做什麽观赏, 全部跟自己清洗, 未做之前, 你又可以做什麽准备功夫, 好似曬太阳油那样, 这些是基本的技术, 我们在班上都有讲下, 不过我现在都越来越不想讲, 就给他一些片子看, 我以前录过这些东西, 我写下了, 你们自己看, 不要浪费时间在堂上教, 当然我都会教用灵摆, 怎麽清洗那些, 都有讲下, 但真正我希望他们得到价值, 回到将来一世有用的, 就是我试下用高些班, 我可不可以试下用大学本科的程度, 去回答这个问题呢? 这次这班呢, 我就是这样回答的, 我说宇宙有一个规律, 我经常都不懂这些cosmic law, 宇宙的规律呢, 就是强的, 永远都是黑树的弱的, 即是说, 两个两边的能量, 不是势均力敌的时候呢, 就是弱的就比强的影响的, 那很简单, 你自己很强, 就没人影响到你咯, 常国经常都相信, 我是百度不侵的, 因为我有很多正气, 我奉献了我的生命出来, 是为这个世界服务贡献, 所以这个天就帮我了, 就是这么简单, 当专贴满天神佛, 撑着我的时候, 我还有什么好害怕呢? 保什么鬼户呢? 需要我去做什么保护呢? 如果我要倒的, 我要受到负能量影响的, 可以死的, 就走咯。 你记不记得佛祖是怎么死的? 不好意思, 佛祖是土呃呃死的, 食物中毒的, 死了的, 不是跟耶稣那样干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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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 担十字架的, 那就很奇了, 为何佛法无边, 他选择死得这么可怕呢? 死得那么不堪呢? 怎么搞错啊? 给一些细菌病毒去搞定你?不是吧? 这个就是他选择,他知道无所谓, It's ok to be not ok, 你们心目中的ok一点都不重要, 说走就走咯,他示范给我们看, 不用执着这些东西的, 有人害你便有人害你咯, 你自己中毒,你自己收起这副能量, 无所谓的,副能量,我上课又慢慢讲, 我用堆肥的比例, 各位同学记得我讲得很详细的, 在我们有机农场堆肥是很重要的, 堆肥的原理就是, 是越糊涂越臭越不堪的东西, 堆出来是越肥的,是不是? 嘶嘶尿尿的那些, 鱼虾的腸壮那些很肥的, 但那些多压多臭多腥, 堆出来是这么正的, 同样道理,我收起你很多货能量, 我将它转化成为最劲的能量, 行不行? 那当然啦,我是要收围, 我收围是什么? 我经常做清洗的, 为何我经常做洗肠, 经常做炖炖食, 经常做这么多的东西, 保证我自己先不要职这么多毒, 排散我自己的毒, 自然那些好东西就可以入来留下, 就是这样啦, 好了, 又说回这一笔, 做过堂皇正正, 勇敢中国人, 你要知道中华医学最伟大的其中一个信念, 就是什么呢, 八字真言, 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 即是说我里面有正气, 没有人能动到我, 几多邪的东西, 邪的就是说和正气相反, 即是所有的坏东西, 我根本就不怕这些坏东西, 那我为何还要保护自己呢? 这一个就是起码修行入门的觉醒, 我相信我这样跟同学说, 对他将来生命更加有价值, 所以我一开播就说, 我这些课程, 不是教你一种技艺的, 十个九个来学手疗, 学中博, 以为他学一本技艺, 就好像是隔底按摩, 学铁打, 那些, 不是咯, 我是将你生命, 嘶, 即刻转化, 刚才你听了我这些东西, 如果你听得明白, 你已经去了另外一个围道, 你就知道, 不用搞那么多东西, 你戴口罩就不要说什么, 戴口罩, 为什么常说戴口罩一定短命, 戴口罩一定多病, 戴口罩一定里面很多附性的东西出现, 因为你已经认我输了, 你觉得, 你是很怕外面的东西, 去污染你, 去动你, 我不怕外面的东西污染我, 我不怕外面的东西动我, 因为我厉害, 我刚刚跟我说, 这一间, 烧夜, 你就会喝到长哥亲手做的那一杯东西, 这一杯东西保护你将来三十五年, 你相信就可以了, 这杯东西很特别的, 长哥亲手, 我落了意念, 你可以说落咒下去的, 我每一张卡片, 我和你的每一个眼神交换, 都是过了的, 我们所有东西都是影响所有生命的, 生命是影响生命的, 你说一句话, 周围的人都受到你的能量所改变的, 不是长哥有什么特别, 我没有特别的, 但是我有心, 我有心去做这件事, 你未走进来这个货载之前, 我们已经设好很多的保护罩, 你叫做什么, 我们要保证, 那些人多少负能量进来, 我们大家都继续那么兴奋, 继续那么精神, 继续那么开心, 有长哥在这里, 有我的东西在这里, 我的信息物在这里, 譬如你都记得, 我们的课室, 那只树童仔, 阿笨, 有他在这里, 什么都不怕, 你喝了我这杯东西, 有三四十年, 不用保护自己, 我说你要信, 很多人都会插我, 你在这里骗神骗鬼, 你在这里乱说, 互乱愿远远, 你不知你说什么, 不好意思, 下重不可遇遇兵, 你不明白就不明白, 没所谓, 你怎唱, 我买不到身, 就这样, 我只希望, 我这个例子, 我不用正面答这位同学的例子, 我想告诉你, 天外有天, 通街的人一般见识, 他们生活得不够好, 还可以好些, 以前我不懂, 我修行了六十年, 最近这一段旅程, 才学到更多更多的东西, 我知道不是这样, 我知道不只是在小学中学的层次做事, 通街的师傅都是教你怎样保护自己, 偏偏常说就不教, 因为我觉得这个不重要, 反而可能累死你, 你要做好多事, 猛暗保护自己, 就像戴口罩一样, 你如果明白戴口罩的生理心理情绪, 和能量的障碍, 几大祸, 你明白我讲什麽, 多谢收看, 有空我们有机会聊过, 有空上我课, 有缘分就行, 不过堂上不够时间聊, 现在我用这个方式去补飞, 给这条片给同学看, 有缘分, 今天又看到, 拜拜!